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做一个武松打斧的梦啊 我这个武松现在就要去会会这只母老虎 你刚才说什么呢 什么人头狗头的 敢在我们家门口造谣 小心我把你的头打成猪头 这个女人是小豹子 比母老虎还凶 连个丫鬟都这么凶悍 怪不得童小姐 你声名远播呢 我不管你心里想着 盼着想嫁给谁 到最后你还是要嫁给我杜允堂的 杜允堂 你是来求婚的吗 这就是你求婚的态度 我的确是来求婚的 只是我杜允堂的求婚方式 比较与众不同吧 不管你答不答应 我也觉得无所谓 你家里的人一定会答应的 能把你这个丧门星嫁出去 他们求之不得呢 杜少爷 上海探那么多名媛归秀 你们度假为什么非要娶我呀 因为我爸说 你是当媳妇的上家人选 就算我真的是做媳妇的上家人选 也未必是你们度假的 你杀了清平 周老爷也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就算你要嫁给周廷臣 你觉得周老爷他会愿意吗 你们家呢 你们家愿意你跟那个地痞无赖 结这个亲吗 你没有选择了 你只能嫁给我杜云堂 清平不是我杀的 我跟周廷臣的事情与你无关 还有 我绝对不会嫁给你 我绝对不会嫁给你 可是我愿意娶你啊 你就气吧 反正怎么着啊 你也斗不过我的 郭廷臣 上 杜云堂 你要干什么呀 没什么 我就想把这个条符 放在你们家门口 挂上三天三夜 到时候整个上海带的人 都知道我在追求你 那其他人当然不敢了 特别是周廷臣也不能娶你了 杜云堂 你这是爱我呀 还是恨我呀 当然是恨你了 把你娶过来 所有事情都搞定了 你没听说过 不是原家不具同吗 好啊 我童云晚最不怕的就是 无赖耍横 走着瞧 好啊 走着瞧啊 童云晚 我爱你 你 你 快去吃 我看你 你 你 好 今天 我感到你 我感到你 再会 就是 你 你 太太 你千万别这么想 您还有蕴堂少爷呢 可怜我的蕴堂 他才六岁 六岁的心里 隐藏了那么多的心事 他那些话 他才六岁 比刀子割我的心还难受 伯父 我从朋友那里得到消息 令爱跟着他的养父母 去了惠州的亲戚家 那边正在打仗 现在不好联系 不过没关系 我会找一个可靠的人 把他带回来 我可怜的女儿 十六年了 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爹和亲娘 阿元 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对了 我还没给他取名字呢 我就给他取个名字叫若欢吧 若欢呢若欢 只要你回到家来 爸爸一定会弥补这十几年来 对你的亏欠的 伯父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 嗯 那我就告辞了 嗯 二妈 我带回我妈 我代表我妈 向你道歉 我希望爸你 以后不要再追究这个责任 我也很想原谅 不追究你妈 一家人嘛 可她竟然做出这种事 你让我能原谅她吗 我承认妈的确是做错了 为真心诚意的 替她赎罪 你 我愿意答应你 任何一个愿望 只要你 让妈留下来就好 云唐 任何愿望 云唐 你真的愿意吗 好 第一 打消离开杜家的念头 第二 马上去童与婉威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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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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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